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本地人 福州人 出生的时间是1930年7月4日 所以我出生以后的时间 都是在中国最困难 常常打仗的日子 我刚才讲的 我们在金门路聚会的地方 就是抗日战争时间 福州许多地人 不是都上到外地去逃难 后来抗战结束了 大家陆陆续续回来 回来 那么地人姐妹就集资在那个地方买了一间房子 买一间房子 后来把前面房子拆掉 改建 建了一个大厅 聚会大厅 那么那个时候呢 底下一个大厅 上面一个半楼 一共大概可以做七百个人 所以在那个地方 以前后来就是弥陆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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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晚在跟你做生两个人 在你做生的家里开始有聚会 因为你离心的家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聚会的人 如果我没记住 就是礼拜四下午 那么在他家里一个聚会 那时候就请工会 有一个做传道的 到他们家里 带他们读圣经 那么是舍得恩典 你的恩典弟兄后来读了圣经 他自己发现 原来他以前不是在那个商医学院念书 那是属于英国的一个教派 那里的东西呢 都是工会的内容 他后来就发觉说 原来圣经所讲的 跟他那个时候在教会 过的那个聚会的生活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意思 就跟晚在讲 晚在的弟兄呢 他也是福州人 他的父亲王矮卢 矮是和矮的矮 上面这个语字讨论和矮 那么他的父亲以前是福建省省政府 大概是昌义这一类的一种光 所以在福州稍微有点名气 他的父亲字又写得很好 所以大家都叫他爱鲁娃 爱鲁波 他会写字 那么他的家是没有信主 后来我们弟兄 他去参加了海军 他在海军以后结婚 那感谢主 他结婚这个妻子是基督徒 但是他起先自己没信主 但是他的姐妹是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 所以后来就带领他悔改信了主 怎么知道他自己蒙恩得救以后 主感动他也热心起来了 要好好去读圣经 结果发现圣经里头教导的 跟他在工会里头过的那个基督徒的生活 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他心里头就有感觉 所以后来到尼托圣地人家里参加 他家庭聚会的时候 刚才讲过是请了一个工会的一个传道 来带领他们 他跟尼托圣地人两个人都感觉到 我们在这里过的基督教的生活 跟圣经讲的不一样 所以后来尼托圣地人就跟王在家 圣经明明讲 圣经明明讲 受洗要全身下水受尽 以前我们都是受摩礼 后来王在家就告诉他 对 我也认识到这个是不对 所以我已经在这个厦门 古浪雨那里受尽了 我几天也受摩礼 现在我受尽了 是在古浪雨 后来尼托圣讲 那我也应该去受尽 所以他就跟他的妈妈提出来 他的妈妈其实他自己也感觉到 他们这个信耶稣 所有的聚会生活 跟圣经讲的讲的不一样 所以就跟他讲 那看怎么办 他说我们到巴雅堂 去找何摄恩 何士姑 问他我们这个情形怎么样 所以那天他母子两个人 就到巴雅堂去 这次你们来巴雅堂去过没有 去过了 而这件事情呢 又跟他以前聚会的几个弟兄有关系 他以前刚才讲过 只有那个晚在弟兄 后来他商医 学院里的几个同学都信主了 晚在的弟弟晚智 叫晚卫山 也是他那边的 还有几个同学都是商医的同学 那么这些同学也感谢主 后来都信主了 但是毕竟是年轻的人 毕竟刚信主不久 所以这些年轻人凑在一起 一直在讲话 个人个人有意见看法 有的时候不一样 毕竟因为都是同学嘛 讲话方便一点 也随便一点 也感谢主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就喝不拢了 这个还是小事 最大一个难处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晚在弟兄 他其实后期很倾向 请一个有名望的传道人 按理他做牧师 或者按理他做传道 但这件事情提出来 李托生弟兄当然就在说 那我们现在是走回头路了 是不是 我们以前几个人都认为说 在公会里面 跟圣经的教训不合 我们要离开 那么你现在要回去 再请人来按理你去 做传道做牧师 你不是走回头路吗 所以就这一点 李托生弟兄很坚定 就是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做的 但是那个时候许多年轻的人 毕竟是年纪轻 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不够清楚 那有的人支持 有的人就不支持 所以他们后来一见就想主了 所以后来感谢主 李托生弟兄就感觉到 这样子下去 那我们这几个的人 从最早在一起服侍的人开始 我们一定要争吵 我们要分开 这是叫他心里头非常不平安 非常不愿意碰上的 所以他就说 他愿意离开大家 后来他就到马尾 就到洛星塔那边去租房子 那么他就在那里写稿啊 发行这个刊物 那么这件事情呢 倒是要感谢我们这边 这个马场街聚位处 这是后来一个弟兄 郭弟兄 郭建德 他大概比我大三岁左右 但这个弟兄非常好 他一直都是跟着 在马场街那边的 王连君啊 张启征啊 这边都是前辈 但是他又感觉到 我们这些弟兄 也爱主 也愿意走这条路 所以他跟我们中间 这些年轻人也都很好 跟我们都很好 心里知道 这里好像情和楚戒 分得很清楚 你我你我 但是他认为说 这是不应该 都是信主的 都是愿意示分主的 你为什么用人的事情 用人的态度 用人的话来分开呢 所以感觉这个弟兄 跟我们大家倒是很好 所以我也深深感觉到 我们这个弟兄 真的对待大家很真诚 所以我跟他有很多的来往 所以后来在我们文革前后 所以他就写了一些文字上的 工作的介绍 就讲起当初在十二间牌开始 十二间牌你们也去过看过了 那是李托森提供他们 最早最早的聚会地方 福州以前没有那样子的 一间一间房子 没有这个样子的 那个房子的样子是从广东来的 所以我们福州人讲话 就讲那是广东的房子 叫广东的房子 福州没有这样子一个房子 一间一间十二间这样子牌过去 所以也没有地名 就把它叫做十二间牌 这十二间牌以后就成为这个地方的地名了 房子不大 但是一间一间分得很清楚 那么当初就有一个和苏草弟兄 起先几间房子是他的 那么他不单是信主 并且他跟李托森提供的父亲 是很熟的人 所以当我们弟兄闯福音 有人信主要开始聚会的时候 到什么地方聚会 钱一片钱都没有 到什么地方就聚会 所以起先是在台湾是借来的 甚至还不是租来的 那后来人都要去租带的房子 后来就是李托森弟兄他去租 所以这件事情你弟兄自己 他不讲得太清楚 为什么 会变成这房子是他取租来 是不是 后来变成很出名的十二间牌 所以他自己后来没有讲得太多 但是就知道说 那个和苏草弟兄 是你弟兄爸爸的有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愿意 你这些人信主 他也信主 你愿意租房子聚会 我房子愿意租给你 一个月几块钱 那个时候几块钱 已经是很厉害了 比如这些都是学生 所以答应是答应了 你钱在哪儿 所以神带领我们这几位亲爱的弟兄 从开头就学习依靠神 第一你要清楚 你走这条路是神的旨意 你才有信心仰望神 神也给你一步一步的带领 所以后来 你弟兄自己见证 特杆是有一天 他每个礼拜六都到白亚堂 在和苏草人姐妹那里去受教 有些事情请教他 后来也跟他一起祷告这样子 突然那天去的时候 这个老姐妹就递给他 大概如果是没记住 27块钱多少 一个月9块钱 他这个是别人的风险 给你那个地方租房子用 他也看见爱啊感谢主 一片钱都没有啊 他现在要付返租了 主为他们预备 所以他见证了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一次的需要 每一次从零开始 什么钱都没有的时候 就是仰望神 神一步一步给他带领 所以他后来写那许多的 基督徒报啊 神明信各方面 都经的报纸啊 都是没有钱 但主让他知道 你不是等有钱呢 你才去写稿 要祷告主 要教托主 你一边 依靠主 一边写稿 所以许多的他说 感谢主 都是我稿子写完了 祷告主主 我稿子写完了 但是没有钱 好 以后主 给他预备钱 但每一次主 都是这样子的 带领他 让他能够有信心 所以我们弟兄讲这些事情 就一直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想 事分主 不是单单 你有点热心 有点爱主 那些就好 你有没有信心 这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 你没有信心 你靠什么 你没有信心 你站的地方 在哪儿 所以神就一直带领他 学习这个功课 但只有一个人 学习这个功课 也的确是大 人嘛 总是人 所以连和受恩老姐妹 她也要学这个功课 甚至她说 有的时候 连 买肥皂的钱 都没有了 都需要去祷告 求主 给我 买肥皂的钱 主 主就让你 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 学习 是完全依靠神 所以这些话 也勉励了我们许多后辈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如果要是奉主 你要学习 信靠主 你要信靠主 你要先认识神的旨意 你是行在神的旨意上 你才有信心 相信神 会听你的祷告 如果你 不是走在神旨意的路上 你去求告神 你有信心吗 所以第一 就学习顺服 所以第二 我们是在感谢主 给我们 从这几位年早的弟兄姐妹那里受教 这真是最起码的功课 在这方面 如果你能够把功课学好 那一生的道路 你相信主带领你 如果现在不好 如果有更大的难处来的时候 你怎么过 所以 弟兄我 带了 两张的 这个大的照片 等一下给你们看 这个照片 到现在应该说是 宝贝了 没地方来了 就是你弟兄 在古里那个统工聚会 1948年 1949年 两期聚会 参加聚会的统工 我为什么带出来 为什么今天也让那些弟兄姐妹看 我心里实在痛苦 弟兄 那个照片 刚刚拿出来的时候 旁边的人看一看 也不知道多么羡慕 你这个人能够在这里 得到主的恩典 受到你弟兄自己 跟你讲道 跟你造就 跟你许多帮助 真是了不起 但是 过了几十年 你回头再去看 你回头再去看 多少的人 失败 甚至有的人 失败的好长好长 不是有一点点问题 而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 我想 也带来跟弟兄姐妹看 盼望主 教导我们 我们 我们今天 不要看别人 要切入怜悯我们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在今后还剩下的日子当中 我们不要失败 我们不要得罪主 偏偏 丑地 要做的工作的重点 就你们这些爱主的人 你跌倒了 你不信了 教会就受亏损了 所以有对人是非常可怜 有一对夫妇 都是大学毕业的 刚刚解放那个时候 连男的大学毕业的人都很少 何况是女的 所以我们中间那几个姐妹 都是非常好的姐妹 大学毕业 要去工作有工作 要结婚有好的条件 但是为了爱主 他们就是愿意守独生 甚至把工作放下来 到你弟兄那里去 在他的海关像里面 在知识之家那里受教 这么好的弟兄姐妹 有的人 刚刚解放不久 只要学习学习 一段时间 整个脑袋瓜就变了 有一个姐妹真是太可怜 变到怎么样呢 她需要一本大北的英文圣经 因为她没有 就去问另外一个弟兄去借 这是那个弟兄亲口告诉我的 那个弟兄看见 这个姐妹需要 当然我借给你们 大家都在海关下 就借给她 怎么知道 过不久这个人 整个思想 翻了 不信了 要离开主了 把他自己的圣经 自己的东西都烧掉 自己的东西烧掉 把他借来的这一本大北 那个义本 也烧掉 所以那个弟兄气 就气着这个跟我讲 他说你自己不信 你东西烧掉 这本是我借给你 你要缓给我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太可怜 爱主的时候 我什么都愿意摆上去 到有一天 要离开主了 连主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会 所以那个弟兄几十年来 就是因为 那时候 我们在国内 要去买大北义本 很困难 所以后来一个大北义本 还是黄德恩弟兄 他到了加拿大 从外面寄来给我的 他知道我们国内 没地方买 甚至我一个表姐 他不过是在公会信州 他从美国回来 我看见他回来 我看见他回来 因为是我的表姐 我就跟他讲 你出去的时候替我 买一本寄给我 他怎么讲 他年纪比我大的很多 这个表姐 他还是 也是没有结婚 他在公会里头 讲是很爱主 他说你要这个干什么 这是人家做传道的人才需要 你一般的基督徒 你要这个干什么 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所以真感谢我们现在许多弟兄 有的人在这个英文上 有的人在原文上 有许多的学习 有许多追求 但也感谢那些 把材料提供给其他敌人 是不是 但是你还要自己去读 你要自己去追求去接受 所以我讲这个做什么呢 就是海光下 那样的蒙恩的地方 一解放开始 只有许多人就离开主 到后来 有的人有回座 有的人 没有回座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 不是今天讲他们 也不是看他们怎么样 在许多事情 就是警告我们 是不是 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还在地上 我们还在肉身当中 我们也有网络 缓尽如果再困难 我们能够靠得住 能够好好跟住吗